哈囉 現在Robbie在那個民宿的那個樓下 然後我這個民宿啊 他就有那個Ski 他可以租那個溜冰鞋 然後我覺得他的那個溜冰鞋啊 都很Fashion 所以說Robbie很喜歡這家的那個溜冰鞋 然後裡面啊就是那個滑雪衣 然後那邊就是那個 那個Ski Board還有那個Ski 可以在這邊住 然後Robbie是住在樓上 然後他從這邊出去啊 我覺得飯店出去啊 有沒有 就看到那個白茫茫的雪 我每天都看到白茫茫的雪 好興奮喔 因為這次來的時候不是大風雪 然後今天天氣很好 Robbie住的是這一家 這一家飯店 Robbie拍給你們看 對面也是那個租雪具的 Robbie是住在這一家 那個 Yuzawa Rentals E-House 這一家是一間民宿啦 Yuzawa E-House 然後他這裡啊 租的雪具啊 還有啊租書費啊 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 以這種觀光 聖地來講 滑雪聖地來講 而且又離那個 滑雪啊很近 他只有 這樣你看喔 就從這個門 出來 那邊 有沒有 一分鐘 就可以馬上滑到雪了 然後我覺得啊 Robbie啊很幸運出到 這家民宿 這家 民宿啊 一天韓早餐 大概在兩千多塊 然後我覺得說 以 離滑雪聖地 這麼近來講 我覺得真的很便宜 然後Robbie必須要講這一間 人生亭 他不是韓國料理 他是炸豬排的 昨天 Robbie有來吃啊 我覺得還不錯吃 他剛好是在那個 那個Robbie住的民宿的隔壁 所以說你們啊 假如說華類的話啊 這裡 這條街 都有好多吃的 有沒有 我再拍 近一點給你們看 是不是都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早上起來 吃早餐的時候啊 他那個 二樓啊 他可以看到那個屋簷啊 都有那個 白茫茫的雪 我就覺得很漂亮 好了 等一下Robbie要帶你們去 去哪個 Robbie感冒了 要去那個湯澤高原裡面啊 坐那個 吊纜車 然後再去看雪晶 因為Robbie 昨天已經學了一天的那個Ski 然後我想說 今天就帶那個 粉絲們去看 一些雪地的景色 好了 先就這樣囉 掰掰